今天给大家讲一讲一千八的花 所谓的一千八的花 就是我们那回逛花卉市场建造的那一盆一千八的花 一千八非买无动 那这个其实就是九尾狐 有的话有也喊它各种别的名字 什么猴野斑乱七八糟的 反正一个人一个叫法 这个东西就是跟仙人掌 仙人棍它是一个磕锁的 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毛毛 它不扎手 它是顺毛驴 你这样顺着摸它是不扎手的 你要枪着来 它还是会扎你的 还是很锋利很坚硬的刺 所以说你看人家摸 你别乱摸 你别枪着摸 这是顺毛驴 会开花 开花也很漂亮 咱们直接了当的说它的一个养护 首先光照 它并不怕晒 耐低微能力也比较优秀 一般零度以上都没什么问题 害怕的就是什么 很多的话 手茄 天天交嘴 天天交嘴 就咸的 就咸的 繁殖也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 就类似于这种 你都可以切成段 切成段以后 稍微晾干做一个千叉 这一盆能切出来很多 对 这就是1800的分解体 然后咱们家现在也有卖 价格只要58就可以了 钱也很多了 再一个就说到它的一个用途 跟多肉那些还是一样 就是用一些个 你比方说建筑工程上 装收用的那种沙子 再摻一些腐质土 你如果说想要买土的话 就可以直接买泥炭土 颗粒想摻就摻 不想摻你就不摻 这个都行的 就怕浇的水大 就怕浇的水大 用肥啊 基本上这种东西 都不用什么肥 都可以长得很好 很哇塞 因为它本身就是 非常耐积薄的那种 它可以拼命地去榨取 这个土里面的所有的营养 它不像那个 自指花莫莉花那种 就是吃饭很粗糙 对吧 它这个东西就像狗一样 是吧 因为狗分这个东西 拉出来是最没有价值 对 它只要用过的土 基本上营养都吸个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 然后呢 像这种肉嘟嘟的 都是以假肥为主 而不是说 大家用蛋肥 用粪肥 并不是的 像这种大家就尽量的 用多肉专用的 你像奥绿的A2 花嘟嘟12号 就可以了 你不用也行 这个不是个强制性的 另外说一下病虫害 像这种东西呢 不怎么爱生病虫害 它这个身上有刺 就怕的就是水大烂根 大家可以放一些多菌磷 或者是小粉药 别的没啥了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 可以每天来我直播间下单 全平台搜索老花一都能找到我 尤其是我有一个陶店 开了好几年了 都七八年了 还有的话 我找不着门呢 说老花一整个链就行 好了 我老花一 眼花最沾一 白了